接下来想世界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几个跟阅读有关的议题 作家张涓芬一直都很关心人权议题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五彩青春》 讲禅宋多年从死刑变成无罪的苏建合案 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十三宜KTV杀人事件》 讲另外一个可能的冤案 他还替这个案件的纪录片配音 要提醒大家这个逐渐被遗忘的案子 背后可能是一条宝贵的性命 从征讯录影带看得出来 郑信泽左眼浮肿 台中看守所的体检表也证实 郑信泽左眼内淤血 左眼浮肿 左大腿外侧欲轻 这是纪录片《我无罪,我是郑信泽》 作家张涓芬亲自配音解释复杂案情 这个十一年前的杀警案 让当时在场的郑信泽被判死刑定验 张涓芬说这个案子疑点重重 出了一本书 叫做《十三疑KTV杀人事件》替他喊冤 《十三疑KTV杀人事件》 这个书写的其实是我们救援的过程 御师们 然后包括我们的志工 包括费死联盟和平原协会 这些人如何去慢慢透过 卷证一点一点的去了解 这个案件真实的状况 记者出身的张涓芬 常年参与社会运动 关心人权议题 他写的《五彩青春》讲缠送十多年的苏建和案 让一般人能够透过他的文字 了解这个曾经死刑定验 最后获判无罪的重要司法案件 这次他写书讲正性责案 也有同样的期望 是我写作的角色 一直希望是做一个桥梁一样的 就是把这些专业的知识 翻译给一般人能够了解 郑信泽的父亲感性喊话 这样的心情张涓芬听到了 写书替记录片配音 就像苏建和案 希望重新得到社会关注 开启上诉或重审的一线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